50岁的蔡国庆和谁合影谁尴尬,直到遇到了51岁的金星。 50岁的蔡国庆和谁合影谁尴尬,直到遇到了51岁的金星。 如果说44岁的林志颖是逆生长,那今年已经50岁的蔡国庆才是真正的不老男神。 蔡国庆,1968年出生,18岁就参加了百名歌星演唱会,正式出道。 至今已经活跃在歌坛30年的蔡国庆,保养十分得档,完全看不出已经50岁了。 在蔡国庆和众多比她小很多的明星合影时,也能看出来蔡国庆十分的年轻。 之前在节目后台蔡国庆发了一张和王源的合影,今年刚18岁的王源站在蔡国庆旁边,完全看不出来蔡国庆比她大了整整32岁。 还有一张和王杰老师的合影,出生于1962年的王杰今年已经56岁。 岁月在王杰老师的脸上留下了不少的痕迹,肚子也有些发福,而蔡国庆还是显得十分年轻。 还有一张蔡国庆和张亮,维加的合影,也是在节目中,三个人一同站在舞台上。 泰国庆站在36岁的张亮和42岁的维加中间,很难想象这是个50岁的中年歌手。 在和像华强的合影中,戴上帽子的蔡国庆依旧十分年轻,像华强今年已经70岁,不过气色还是十分的好,令人羡慕。 而唯一一个站在泰国庆旁边,却不显年纪大的就是金星。 要知道金星今年也51岁了,可是精炼的打扮让金星一点不像51岁。 作为很多人喜爱的脱口秀主持人,金星一直受很多观众喜爱,最近金星的脱口秀停播,也让观众们十分怀念,很期待金星的节目能够早日播出。 祝福二位老师身体健康,也期待蔡国庆和金星更多精彩的节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